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充足攻略 那我們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就是你最喜歡的繞圈圈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學長目前教學的學員還不少 大家都好像非常非常喜歡 就是繞圈圈繞圈拼命繞圈圈 好像覺得手衝就是繞圈圈 這個呢其實學長也覺得也沒辦法了 因為其實網路上有太多的影片 都在教大家繞圈圈 這也是沒有什麼錯啦 因為手沖咖啡嘛對不對 我知道你就是很想要的那種手感 那種帥度那種繞圈圈繞得很漂亮的感覺 你就覺得很爽 那因為你很爽呢所以咖啡也特別好喝 這好像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我們也來做一個繞圈圈的手法上的示範 但是呢我的繞圈圈跟你的繞圈圈不太一樣 為什麼呢因為我喜歡繞圈圈呢 它的風格上面呢會是比較濃烈的 所以喝起來呢是很有口感的 那你喝起來的時候呢會覺得 風浴度特別好然後呢很圓潤 然後呢沖煮起來的感受度也不錯 大家聽到我給各位這些風味提示 你有想到我會怎麼沖嗎 好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沒關係 學長馬上就要開始示範了 那順便學長也會在沖煮的過程中跟大家講一些 我覺得如果你愛繞圈圈就是繞圈圈的信徒 那你可能可以考慮修正的方向 你一樣繞圈圈但是技巧不一樣嘛 或是風格不一樣 你可以考慮看看這個繞圈圈是不是對你來說 好像別有不同的風味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繞圈圈了 我們一樣使用的是V60 然後豆子呢隨便擬 然後我們使用的研磨度呢 我們今天用的是Fello Fello Ode的4.1 4.1 跟我平常用的研磨度差不多啦 差不多 差不多再細一點點 沒關係 因為我這次我的做法上面 我希望做濃口一點點嘛 所以喝起來飽滿一點點 喝起來爽度蠻高 然後對於新手來說 如果你沒有很喜歡喝酸味的話 其實這個沖法本身呢 酸味不會很多 反而是甜度跟口感比較多 所以對新手來說也是 風味上也很友善 沖法上面對於新手也很友善 因為它真的不是很難 所以這幾個特色你們自己想一想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可以試試看好不好 就是不會太酸 甜度比較高 對於新手來說容易上手 OK好 研磨度比平常的略為細一點點 好 開始研磨 然後水溫呢 一樣是90度 不用調整水溫 OK好準備了齁 那我們剛開始呢一樣做悶蒸 好悶蒸40cc的水30秒 這邊不動 好 好悶蒸40cc的水30秒 好多了一點點齁 沒關係不影響齁 不影響齁 30秒 那待會我們繞圈圈的時候特別要注意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拉的繞圈圈學長會用最慢的速度繞圈圈 每一個單點我都會停留時間很長 慢慢的往外繞 到200cc左右才斷水 OK 所以呢 跟你平常繞圈圈最大朋友就是 我繞得非常慢 我繞得非常非常的慢齁 然後盡量扶嘴貼近的 粉 好來 正中間開始繞齁 然後每一個位置呢都慢慢的繞 好不要緊張齁 然後順順的 有細節的 一點一點的繞 沿著你的 粉的泡泡的外圍 然後慢慢繞齁 可以看我繞的速度非常的慢 但是呢 我們在繞到外圍的時候呢大概200cc OK可以看我繞的速度很慢齁 一個單點我繞很慢 但是呢我的粉呢 我每繞過去呢都會出現漂亮的 金黃色泡泡 好 200cc繞完 OK 這一點呢就可以讓你的果酸稍微降的 比較多齁 不會太酸 然後等到全部流完 平常你們可能都不流完齁 就直接給下一段了 繞圈圈的習慣就是 留掉一半就可以下一段了 但是呢我的手法是流光光 然後第二次呢我們一樣 從正中間 順繞 50cc繞到最外圍 好 50就好齁 等一下我的水也是不用太大齁 可以看到這一段的水 還是會浮在我的粉上面齁 會這樣子 讓你的粉豆均勻的吃到水 那最後一段 一樣 正中間 順 順繞 好 然後繞回來 300 送 OK OK 沒有很簡單 分 悶蒸之後分三段 第一段到200 後面兩段5050 那訣竅呢就是第一段就是慢慢給 順順繞 順順繞 小小的齁 然後每一個單點停留時間稍微拉長一點 不要繞得那麼的快 然後我們來先喝一下 然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學長這個沖法它的目的性是什麼 哥底輩 OK 風味上面呢喝起來很飽滿 然後呢 果酸 降得蠻低的 為什麼會降得很低呢 原因就在於是 我繞圈圈的過程之中呢 其實我的粉呢 它算是一個吃飽水狀態 但是呢 它的對流狀況 因為我們是一直往外繞圈 所以呢 我的粉 它是會hold住我的水 不會讓它一下子就往下面流 所以呢 你的果酸呢 就不會那麼的強 就會做到比較多的甜感跟Body 那這裏初學者來說呢 這可能是你比較 喜歡喝的味道 不會過酸 不會太酸 所以呢 前段呢 我們就做了比較多的 一點點的酸 做甜跟甜感為主 然後後面兩次斷水 50C 50C 這兩次呢 就是完全是在做尾韻的部分 因為呢 我少少的水 一次50 50 斷兩次水的話呢 你的尾韻就會突然 拉高 讓你喝起來 尾韻吞陷下去的時候 覺得豐富度很好 尤其 如果你喜歡 喝比較厚實的 你可以拿 非洲豆 爺家這種 新手很喜歡的豆子 你用這種 豆子來充 真的充法的話呢 你會發覺說 你的爺家 滿甜的耶 然後呢 也不會過酸 對新手來說是不錯的 那如果你是老手的話呢 我就 鼓勵你用其他手法 譬如說 學長常在做推分法 或學長常常教的 層次充法 這些東西呢 大家可以去翻譯一下 學長YouTube 裡面對於 比較 喜歡喝果酸 喜歡喝香氣的人來說 那種充法就更適合 那今天教的這種 繞圈圈的手法呢 比較適合新手 或者說你不太喜歡喝 太 酸的 風味的 朋友們 那這個 而且這個手法很簡單 然後它還有一個好處 各位有注意到嗎 我繞圈圈的時候呢 我的速度很慢 所以呢 速度越慢 你越容易把水控好 為什麼 你不用很緊張的 一直瘋狂繞圈嘛 你就一點慢慢繞 然後給給給給 穩定的給 所以這個手法很簡單 對於 初學者來說 真的可以把你的失敗的那個 失敗率降到最低 那你是不是就很容易送出好味道了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 沖煮教學又說到這邊 鼓勵大家 回去自己練習的時候 和你之前的沖法 自己老沖法比較一下 兩種都是繞圈圈 但是可能對你的風味來說 會截然不同喔 OK 那我們的影片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拜拜